字幕提供 你知道家裡的冷氣、冰箱、電視機 淘汰之後去哪裡嗎 今天回收綠包報帶大家到綠電再生 這是亞洲第一家 也是台灣最大的廢家電 以及廢資訊物品回收處理廠 在資訊跟家電的處理來講的話 鐵的部分大概在9600噸每年 那在銅的部分的話在1440噸左右 這也是每年的一個產出量這樣子 那在塑膠方面的話將近在3000噸左右 那在玻璃方面的話 我們講CRT的面板玻璃方面的話 每年的話將近在2800噸左右 以處理台數來講的話 那家電的部分我們大概在平均的話 將近在4萬臺左右 那資訊的方面的話 出於台數的話將近在3萬臺左右 綠電再生主要採取物理干涉處理過程 以處理流程最複雜 產值也最高的電冰箱為例 為了避免破壞環境 要先將冰箱的系統冷煤抽出出來 再經過人工拆卸後進一步破碎粉碎 本廠來講的話 從德國進口了這個處理設備 箱體的破壞之後 然後做銅鐵鋁塑膠的一個分選 那在這整套設備裡面來講 我們都可以把分類的非常清楚這樣子 包含它的碎鐵 從冰箱的箱體變成碎鐵 然後變成一個銅粒鋁利 還有塑膠片 在冰箱方面的話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隔熱材的這個部分 它裡面是一個PU發泡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在後續的處理是比較困難的 是比較困難的 那如果沒有透過專業的設備 去做個處理的話 事實上來講 在一般的家戶及回收業者來講 他們是幾乎是沒有處理這個東西的 綠電再生採用液態氮降溫 讓廢冰箱裡頭的發泡冷煤 透過冷凝回收 一台冰箱回收處理後 大約可以獲得38公斤的鐵 9公斤塑膠 1.4公斤的銅 廢家電回收的大本營 綠電再生是辛勤的都市採礦者 不僅幫助資源循環 更用專業技術減少有害物質 對環境的污染 回收綠報報繼續陪你台灣走透透 我們下次見囉